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看姓林君是个贵族 他做起事情来 可一点架子都没有 还十分的友善 乐于助人 据说 姓林君曾经听说 有一个叫侯莹的老人 他过得十分贫困 从来不接受别人送来的财物 姓林君认为侯莹是一个高尚的人 于是亲自驾着马车 邀请他来参加宴会 但侯莹却说 我想先去看望一家朋友 你能不能顺路载我过去啊 如果其他的贵族听到这句话 一定会非常生气 但姓林君却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当然可以 请您上车吧 就这样 姓林君带着侯莹来到了朋友家 又在这里耐心地等待侯莹 直到晚上 他们才来到宴会的地点 即便是在坐满了大臣和贵族的酒席上 姓林君也会单独向侯莹敬酒 表示自己对他的尊敬 因为这一次经历 人们都明白了 姓林君是一个非常贤能的人 所以 侯莹和许多人纷纷成为了他的门客 这些人 帮助他出主意 办事情 使姓林君和整个魏国都变得非常厉害 但与此同时 在魏国旁边的赵国却大难临头了 原来 强大的秦国趁着赵国衰弱的时候来攻打 赵国的人和秦国打了很久 牺牲了非常多的人 马上就要抵挡不住了 他们只好去向魏王请求帮助 赵国人说了 救命啊 救命啊 魏王 快去救救我们吧 魏王正在想要不要帮忙的时候 秦王的警告又传来了 秦王说 你可不要多管闲事哦 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唉 魏王听了这些话 害怕极了 他不仅不敢派士兵去帮助赵国 还拉住那些原本想去救赵国的人 命令他们不许离开 但姓林君和哥哥不同 他心地非常善良 不忍心看到赵国的百姓被秦国欺负 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劝说魏王 可是魏王已经被吓破了胆 根本听不尽他的话 这可怎么办呀 姓林君就想 我偷偷地调动军队 但是将军们却不听他的命令 因为他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虎符 这个虎符一共有两半 一半由大将军拿着 另一半在大王的手里 将军们只有在收到另一半虎符的时候 才会听从命令 否则 就算是有一百个姓林君站在大将军面前 也不能够调动军队 这下 姓林君可没了办法 他只好和门客组成一支小队 希望用这一些人去帮助赵国 但在这个时候 曾经受到姓林君捐禁的猴鹰 却站出来阻止他 因为这样的做法 就像是用一块肥肉去打老虎 不仅救不了人 还会牺牲了自己 为了报答姓林君对自己的尊重 猴鹰冒着被魏王惩罚的危险 建议他 请魏王宠爱的妃子如鸡 来帮忙偷出虎符 调动军队 然后再去救人 在当时 偷窃虎符是非常重大的罪行 被发现后 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如果是别人 根本不敢做这样的事 但姓林君想了想 坚定地说 我宁愿自己被大王惩罚 也不希望赵国受到伤害了 不过 偷虎符会让如鸡也面临危险 他可能不愿意帮助我们 然而 如鸡听到这个消息后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原来 如鸡的父亲曾经被别人杀害 是姓林君发现了凶手 为如鸡报仇 他一直想报答姓林君 所以宁愿冒着危险来帮助他 不过 虎符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怎么把它偷出来呢 如鸡正在为这件事情伤脑筋的时候 就听到魏王突然喊道 如鸡 快拿酒来 我要喝酒 这可真是难得的好机会 因为魏王是个大酒鬼 只要喝酒 就会喝到烂醉 于是 如鸡拿出很多美酒 请魏王喝 果然 魏王当天晚上就醉得迷迷糊糊 如鸡趁机拿到了补福交给姓林君 不久后 姓林君就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队 浩浩荡荡的去救赵国了 这个时候 秦国的士兵进攻的赵国已经很久很久 变得非常的疲惫 姓林君来到这里 使用了一招前后夹击的战术 一下子把秦国打得落花流水 只能够灰溜溜地逃走了 赵国终于得救了 人们都非常感谢姓林君的帮助 把他的事迹传遍了各地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在称赞他的善良和勇敢 大家看 姓林君一直十分关心别人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来帮助他 而他得到这些帮助 最终做成了更大更好的事情 也让他始终被人们铭记 所以 我们也要像姓林君一样 友善 恭敬 乐于助人 好了 姓林君切服救赵 对抗秦国的故事讲完了 下一期 我们再去认识一个叫荆轲的人 看一看他是怎么对付秦王的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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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